哇 最近也是有點緊張 沙烏地阿拉伯 又不是一般的國家 產油大國 在現在俄烏大戰的這個此刻 它的位置變得越來越重要 所以今天我請介大使來看一下 介大使 你覺得兩國會翻臉嗎 怎麼說呢 OPEC Plus加號決定11月開始 每天要減少200萬桶的原油 讓這個美國的油價硬升上漲 問題是 不是馬上要 這個其中選舉了嗎 這是故意的嗎 難怪這個美國那麼豐大 對 這個美國認為是故意的 故意的 所以美國民主黨 整個陣容就翻了天了 說是背叛嘛 對不對 背叛 那共和黨是沒有意見 共和黨應該挺高興的 對啊 在也 因為這個油價上升的話 都對執政的這一面絕對不利 那本來好不容易掉到九十幾塊了 掉到九十以下了 現在又快速往上升 那拜登政府認為就是衝著他來的 因為他自己跟沙烏地 那個現在的王储 實際的掌權人 有個人恩怨 對 他曾經罵人家是這個賤民 對 講得很難聽 講得很難聽 那兩個見面了 七月在沙烏地阿拉伯見面了 看起來也是不歡而散 弄不出什麼東西 他去的時候 拜登去的時候是希望沙烏地能夠增產 因為你量多了 價就下來了 對不對 那沙烏地阿拉伯就很不乾脆 那時候講最多四十萬桶 他說問題是我沒有這個量 我沒有辦法生產那麼多 大家都知道是假的 那可是他就是推脫 這一次你看三個月以後 一次就給你減產兩百萬桶 每天兩百萬桶 兩百萬桶是全世界產量2% 那這個價格立刻就怎麼樣 往上走 而且他就定在十一月 十一月八月就是美國的起中選舉 這個沙烏地阿拉伯真的是故意的嗎 我認為是故意的 是故意的 我認為是故意的 那美國會不會報復 美國會報復 美國現在我覺得是要等這個 選完以後再報復 選完以後 對 因為美國的媒體 對這個事情討論的蠻激烈的 然後他們有一個 我認為有一個專家講的蠻清楚的 他說你現在不能報復 你現在報復的話 他就減四百萬桶 反作力更大 反作力更大 你目前這個關頭 你只能表示不滿 你不能夠真的出手制裁 可是拜登也立刻講了 他在接受這個電視訪問的時候 他說我不會告訴 記者問他 你會不會有反應 他說我不能告訴我要怎麼做 可是我告訴你 這件事情一定有後果 一定有後果 那最近的話他們就是說 民主黨裡面的人 希望就是說第一個 因為現在在沙烏地阿拉伯 有駐美軍 要把美軍撤一點 另外一個就是說 跟他的軍事合作協議 甚至受向沙烏地賣武器的 這一個部分 也做一些撤退 那先做一個不滿的反應 因為這裡面這一次他減產 除了對拜登這個選情不利以外 還有一個因素 讓美國也很感冒 因為他被解讀為 沙烏地賽支持俄羅斯 因為這個減產以後油價就往上升 油價往上升以後 俄羅斯的這個賺 用油賺的錢也是增加了 所以他們認為這個是你選邊站 你在這個關鍵時刻 一方面幫助俄羅斯 二方面打擊了美國 尤其現在在選舉 這個關鍵倒數階段 對不對 對 所以美國確實反應很強烈 那我們看到民主黨也提案 要暫停對這個 沙烏地阿拉伯軍售一年 但是拜登沒有表態 沒有表態支持 那確實這個報復是兩面刃 尤其現在您剛講 就是說他報復的話 可能反錯力道更大 另外一方面 他可能在這個關鍵時刻 把沙烏地推向了中俄方面 是不是 對 對 所以就是說對美國來講的話 沙烏地阿拉伯是一個 非常難處理的角色 那美國是感覺上 是一個戰略撤退 因為美國的整個戰略來講 你看他最近在這個月初的時候 他通過美國安全報告 美國安全戰略 他事實上兩個大敵 一個就是中國大陸 另外一個就是俄羅斯 其實俄羅斯我覺得 他是有時間性的 也就是說你可能俄烏戰爭 如果能夠得出力後 俄國的對美國來講的 一個針對性就會減少 那可是美國人認為 未來十年最大的 地緣政治挑戰是中國大陸 所以他基本上是在往後撤 那過去反恐戰爭的時候 美國的整個 整個國際關注點 是在中東地區 因為那個是一個恐怖集團 恐怖分子的一個 一個集中的地方 那現在反恐的階段 任務已完成 美國也宣佈了 他說我這個反恐的戰爭 已經成功了 不打了 那從沙國就從中東地區撤退 那沙烏地阿拉伯的話 基本上我覺得他的看法 一方面就是說 他的重要性降低 另外一個 重要性降低很可能 美國會跟他翻臉 所以這兩個考慮之下 所以他現在就要找新的盟友 所以跟俄羅斯本來就很好 另外一方面現在又跟中國大陸 有戰略性的這種互動越來越高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也是美國自己本身的 全球戰略調整以後 在沙烏地地區 在中東地區一個自然的反應 那這些國家 你像這次如果說 真的有美國人的看法的話 就沙烏地在美國跟俄羅斯中間 選邊站到俄羅斯這邊 那這也是說 這就是一個戰略的一個轉變 微妙的一個轉變 但現在應該還在 這個轉變的過程當中 對不對 就是說未來可能 還有些修正的一些空間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雙方的一些談話 包括剛剛介老師講的 就是說這個拜登的訪問之外 還有這個Sullivan 那他接受了CNN專訪 他也說拜登會重新評估 美國跟沙烏地阿拉伯之間的關係 那我剛剛講就是兩面刃 他的這個報復措施 此刻來講左右為難 那在沙國呢 沙國他們也有政治評論員 他們也接受訪問 那就表示呢 目前沙烏地阿拉伯要加速 跟中俄之間的技術轉讓 還有武器銷售協議 那這個話就講得很有學問了 對不對 就已經是告訴你 就是誰怕誰 是不是一個誰怕誰的概念 沙烏地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底氣 沙烏地因為他也知道 我今天跟你美國決裂 你能派軍隊來打我嗎 你現在美國也沒有師出無名 而再怎麼樣講 他還是對全球的石油的定價權 他有很大的一個影響力 這個情況美國也沒有辦法 跟他全面翻臉 可是他在軍事上還是依靠美國 軍事上靠美國 可是他現在這個飛彈的技術 因為美國不轉移給他 那麼跟中國大陸在有關的 這個導彈的長程的飛彈上面 那麼合作的相當密切 那麼一般我看到一些消息 中國大陸對於技術 移轉給沙烏地 也做得比較範圍比較大 所以沙烏地來講的話 他當然他這個過去的武器系統 整個這個阿拉伯地區 有一個統計 一年買美國的軍火 大概是300億美元 幾乎是最大的一個買主 那對美國來講 也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收入 那現在他覺得 你美國既然這麼不重視我 而且你有一種戰略撤退 我的重要性低了 那當然他為了他的安全 他也去尋求一個 那麼戰略的一種 另外一種後盾吧 那過去美國跟沙烏地阿拉伯的 其實真的沙烏地阿拉伯 感覺上有點像美國的小弟一樣 年輕地從 那中間還有一個最大的因素 就是說石油美元 這個石油的交易量 這麼大情況下 阿拉伯可以說 對不起以後你付錢付人民幣 對啊 從石油美元 到石油人民幣 這中間是一個很大轉折 當然跟這個俄烏戰爭有關 這個題目之前 我們在拉晚報有詳細談過 好奇的朋友們可以去 回看一下過去的那些報導 那石油美元到石油人民幣 當然美國的制裁估計 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我們看到 這次這個制裁措施 出來之後當然炸鍋了 但根據瞭解 在之前其實美國 就已經跟沙國協商 就希望它延後一個月 也許到12月 其中選舉完再推出 那沙國是斷然說NO 對 因為也有人說 沙烏地阿拉伯這次做 也沒有這麼多的政治 跟戰略考量 而純粹是經濟考量 是嗎 對 有這麼一說 沙烏地也說 我們從來沒把石油 當作武器 對 就是當商品嗎 當商品 那它要減產的原因 有這麼急嗎 它就是說 基本上你現在國際 主要的這個財經機構 對今年底到明年 甚至明年整年的經濟的 預測都是很悲觀的 那歐洲可能就陷入衰退 那麼美國停滯 中國大陸停滯 這個整個經濟 可能也會慢下來的情況之下 那對於石油的 這個需求就會降低 那當然它的石油價格 就會往下降 那它要保持它一定的利潤的話 那它就要把石油價格 把它撐在那個地方 那當然它最好的就是減產 因為這個油就是這麼多 我何必急著賣 對不對 我把價錢撐住那個地方 我賣一個好的價錢 將來有情況的時候 可能還可以更上 所以對它來講 在商言商 對 也就是說這個美國 當然美國思考是美國優先 那對這個沙烏地阿拉伯 等中東國家產油國家來講 也是以他們解決 自己的國內經濟優先 那這個時候呢 這個美國的重要性 當然就要來評估 這個老大得不得罪得起 那當然這次沙烏地阿拉伯 斷然說NO 顯然就是經過評估 認為沒什麼關係 不怕它 對 也許就是另一頭 我們看到中國大陸俄羅斯 也伸出了友誼之手 也算是蠻熱情的 那我接下來請介老師談一下 這個我們都講 有關係就沒關係 沒關係就有關係 那如果說美國跟 沙烏地阿拉伯的關係 很好的話 也許沙烏國就是晚一個月 避開你的其中選舉 這個其實沒有什麼 不能來談的 但是這次斷然說NO 就顯示雙方的關係 非常不好 這個雙方的關係 轉折從您剛過去講的 小弟到現在為止 小弟公然跟老大說NO 這中間的轉折點在哪裡 我覺得轉折點 就是還是人的因素 我覺得政治基本上 脫離不了人 那這個人就是這位先生 這位先生我找到他 因為他正好有一張 跟普丁握手 他們兩個關係不錯 這個是現在沙烏地阿拉伯 的實際掌權者 他是王楚 他爸爸是國王 可是他爸爸已經快90歲了 他前兩個月 他爸爸又把他任命為 現在的總理 所以大權在握 年紀很輕不到40歲 那他的作風非常強悍 他事實上他上任以後 他立刻打了一場夜門戰爭 他爸爸可能就說 你數個威吧 你就到夜門去打一仗吧 打的靠一場戰爭 立刻他就拿到 很大的政治基本 那時候他才30歲 可以說是一戰成名 一戰成名 他的長相又身材魁梧 還蠻帥的 毛髮很盛 然後看起來像個強人 我想他爸爸選他出來 也是有原因 因為沙烏地阿拉伯的 這個王位繼承 面臨了一個轉折點 沒有所謂的荊科玉律 沒有老王的那一個遺言以後 那新的繼承方式 你可能會沒有辦法得到 五千個王子的同意 五千個王子 對 有五千個王子 王室成員 那這些不同意的話 那你這個人 如果不夠強悍的話 你就被人家說換就換掉了 正義就不穩了 但是他以前也默默無聞 對不對 也是眾多王子中的一個 一個人 人變成人 為什麼 因為他本來輪不到他的 本來另外有個王儲 那個王儲基本上 也是就是說現在的國王 他的哥哥的兒子 所以算是他的堂兄對不對 他的堂兄 那可能是他那個堂兄 基本上也已經是什麼樣 也已經不是兄中弟極了 本來他的這個國王 老王有三十幾個兒子 所以他就胸中弟極 可是最後一個最年輕的兒子 也都八九十歲了 所以一定要傳給孫子 三十多個還是都不夠用 不夠用 不夠用 用了很多年了 對 那你現在就要變成 孫子這一輩來了 可是老王的那個遺嘱 是胸中弟極 那你要新的一個傳統出來 那就比較懶 我覺得他前一個就是說 這個現在國王 他哥哥做國王的時候 那他找了他哥哥的兒子 來做王儲 我覺得可能不夠強悍 不夠強悍 所以我覺得這個繼承過程中 他選了這個兒子 他也不是一個兒子 很多兒子 因為他們都是 你知道回教是一步多期嗎 他這個兒子 可能是最強悍的一個 那問題是有點強悍過頭 一上來打一仗 然後又掌握國防部 然後呢感覺是相當的 相當的這個怎麼講呢 相當的有作為進取心的 他不但對外打了一場戰 對內什麼王族驚喜 逼光他的堂兄 有沒有 他那時候不是還把這個什麼 他的這個皇室成員囚禁在 那個立池飯店嗎 對 對不對 就是軟禁 對 軟禁 然後他說他們有貪腐的問題 結果聽說軟禁以後 他得了數千億美金的財產 錢都交出來 因為王室是這樣 他這個王室 有一個王室基金 王室財產 聽說現在這個錢到底多少 不知道 我看到最高一個數字 是一兆四千億美金 對 也有說八千億的 九千億的 這是一個謎啦 可是我想一兆四千億 搞不好都還不值啊 對 那所以沙爾伊巴布爾有兩本帳 一個是王室基金 一個什麼 一個是國家的基金 所以這個王室 有時候要老百姓支持的時候 他王室會拿一筆錢 說我補貼一下這個政府 或者我用我自己的錢 來照顧某一個地區 某一個地區的 然後照顧大學 蓋個大學 或者發一點錢 給這個沙爾地老百姓 所以沙爾地兩本帳 那這個王室基金 也是一個問題 你猜為什麼 這些錢大部分都存在 歐美國家裡面 他們很多地方 你比如說今天歐洲一個城市 可能最好的幾棟大樓 都是老闆你會發覺 就是這些沙爾地阿拉伯王室有的 那這些財產現在很脆弱 為什麼很脆弱 就是說美國這次打俄武戰爭 犯了一個大忌 就是說不尊重私有財產 對 沒收了很多 沒收了很多 你跟他為敵的話 他就可以把你的錢給你沒收 所以我覺得沙爾地阿拉伯 將來很可能也會是推動 人民帝國際化 甚至盧布國際化 很重要的推手 安全原因 他甚至會把他的很多錢 拿到其他的金融中心 去做投資 包括香港 包括新加坡 不過新加坡 這次在抵制俄羅斯的時候 好像也跟美國有配合 所以我覺得沙爾地阿拉伯 現在尤其這些王室 他面臨一個比較大的 那個頭痛的問題就是說 他的資產要怎麼配置 要怎麼擺 所以這個是一個蠻大挑戰 所以這麼多錢 在國際上 它可以影響一個貨幣 它可以跟美國的貨幣 美金 人民幣 甚至其他歐元 他做這個避險的配置的時候 某種程度也幫某一些 非美元的貨幣 取得更大的一個怎麼講 國際在交換或者說 儲職上面的這種地位 所以蠻有趣的我覺得 這位王廚 他的英文名字縮寫是MBS 他能夠在 五千多個王子當中脫穎而出 當然是有他性格上的一些優勢 作為一個領導者 因為過去他真的是 一個默默無聞的年輕人 就在30歲那場戰之後 當在他父親的強力提息 之後我們看到一下子崛起 那我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2018年的時候 他訪美 那時候他好像就是穿西服 然後頭巾也拿掉了 都拿掉 對 所以就是那個 很時尚的那個形象 當時造成了一股旋風 那那個時候很多很多雜誌 像什麼連服飾 時尚雜誌等等 都對他蠻著迷的 但是後來突然之間 因為一個記者的命案 他的傾向是180度的大翻轉 這也算是跟西方國家 關係轉壞的一個原因嗎 對 2018年 這位是 他是沙烏地阿拉伯籍的 可是他在美國的 這個《Washington Post》 當專欄作者 當然他對於沙烏地王室 沙烏地政治常常 毫不留情的批判 所以他等於做 沙烏地王室的一個異議分子 他那個時候因為要結婚 所以他跑到這個土耳其 那個一三堡的沙烏地的大使館 去辦簽證辦公證 進去就沒出來 那結果呢 他女朋友就一直在 叫說我先生進了就沒有 結果這個土耳其的特務機構 他們事實上他們很厲害 他們甚至有露營 就你發生在這個土耳其 就是說沙烏地阿拉伯大使館 裡面的這種謀殺事件 聽說是當場肢解 然後這個錄音 結果土耳其拿出來了 然後還有說 用在那個劇 就割那個分割人的時候 可是他的屍體到現在沒找到 也失骨無存 失骨無存 那很可憐 那這個就是這個人 可是美國就調查 美國調查結果後來出來說 他受這個沙烏地曼 也是涉重險 那沙國有承認嗎 沙國不太承認 他說他不知情 可是他沒有說不是他們幹的 所以他也抓到一些人 就處理了 可是他說是他不知情 可是美國的情報認為 就是說他下的命令 那這個事情就 我覺得是對美國 跟沙烏地阿拉伯的關係 造成一個最大最大的 一個嚴重的障礙 到現在這個案子的陰影還很大 因為剛開始MBS 我就說他的這個形象 因為這個走進西方社會 看起來很時尚 顛覆了大家過去 對於沙國那個保守傳統的 覺得在他的帶領之下 可能會未來 慢慢往西方價值靠攏等等 但是這個案子反轉 所以西方人用很多這個 形容詞形容他 叫他什麼染血的王儲 等等之類的 那後來我們看到 就拜登好像也是 哪壺不開提哪壺 他是故意的嗎 拜登事實上他認為 他自己是人權的捍衛者 所以他說是賤民 那這個是用得很重的 那選舉的時候嗎 選舉的時候講過 那其實當時這個 川普的時代的時候 這個發生在川普的時候 川普是高高舉舉 滴滴放下 而且川普第一個去訪問的 叫沙烏地 而且推動沙烏地 跟以色列的和解 他很看重沙烏地 那沙烏地基本上 他我剛剛講 就是他內部這個權位 權力的繼承 他是一個敏感事情 他很怕別的國家在裡面 顛覆他 或者搞些暗殺 搞些陰謀活動 所以他對美國也很顧忌 可是這個事情 這個沙拉門 做了這件事情曝光以後 他也覺得 美國是他一個 背後的一支槍 什麼時候要打他也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關係 就一直很不好 那美國也公開批評他的話 事實上對他的 直接繼承王位 當然是會造成 造成很大的一個困擾 所以我想他心裡面 對美國也是有恨 所以就變成這一次 在拜登選舉之前的 不到一個月 一個月左右 他突然給你減產 兩百萬頭 讓你看看我的厲害 讓你看看 就是說 就是說當然以沙拉門的 這個王儲的過去的作風 就是強勢 硬碰硬 那你也不能說 他沒有這個考量 那當然他的外長出來 講的是另外一套話 說完全經濟沒有政治 可是一般美國人我覺得 尤其拜登的政府裡面 基本上認為就是 針對他們來的 對啦 因為就差幾天嘛 其中選舉就8號 他就是要定在11月 所以這個確實是很敏感 但當然就是說這個沙國 他們有他們自己的底氣 尤其是在這個疫情 加上俄烏戰之後 這個國際油價推高 那這些產油國家的重要性 也變得很高 不過當然美國自己也產油 所以美國現在過去 有需求於這個沙國 那現在當然 他自己也變成產油大國 那也許在油的需求上減低 但是還有在其他的合作方面 還是必須要仰賴沙國 因為如果說沙國 導向中俄這方面的話 對他們來講 也是很大的一個損失 那另外一個 我想問一下介老師 就是美國有一個 Nopec法案對不對 根據這個法案 它可以起訴這些 Nopec的成員國 怎麼可以起訴法 這個後果會有多嚴重 就美國法院直接起訴 美國判刑以後 你跟美國有引渡條約的 你到了這些國家 就把你抓起來 就跟孟晚舟一樣 你犯了美國的國內法 照樣他用所謂的 這種長臂管轄 沒有錯 這不是國際法的問題 是國內法 那過去美國對於這種國家 尤其這種涉及 所謂的不公平競爭 所謂的這種壟斷 或者操控價格的國家 它有一個豁免 他說你私人公司 但是我可以起訴 可是國家不起訴 可是這個法案 基本上是針對 所謂的私優輸出國家 加上OPEC 他也沒有說哪個國家 就是實際上講 用所謂成立一個 就是壟斷的一種方式 來操控市場價格的話 那就可以起訴 而且國家包括在內 國家沒有豁免權 這個蠻嚴重 這就變成你今天 你可以最後 你尋求賠償的時候 判決的時候 民事部分可能就叫你 我判你賠300億美金 或者500億美金 那我就可以直接執行了 那你在美國 你在我美國的某一個基金裡面 或者某一個銀行 對不對 收入某一個不定產 美國就可以法院去強制執行 把你的財產就給你充公了 那這個對沙烏地來講的話 我覺得對他尤其王室來講 應該是很大的一個威脅 這也是如果說我們就確定 沙烏地今天做這個事情 是政治考量的話 也就是提醒美國 你雖然不再需要我的石油 對不對 可是我對於石油價格的 操縱的能力 請你不要小看 我只要稍微把這個量增減一點 就會影響你美國國內的證據 這是一個很關鍵的時期 所以其實沙烏地 這些國家的這些政治人物 在綜橫百合國際政治上面 都是一等一的好手 千萬不能小細 他們尤其這些網址 大概都是受了很好的教育 可能都是在英國 或者美國的一流的大學 都練了受過很好的教育 所以他們也理解 西方人的思維 非常非常理解 而且他們是一種 他們是早期 他們是一種部落的一種鬥爭 那這種部落裡面的這種 就是一種綜橫百合 所以他們自然就是 處理這種矛盾 或者處理他們的 在一個在一個在一個 在一個複雜情況裡面 怎麼樣達成自己的目標 他們其實這方面是 是蠻有能力的 蠻有能力的 所以這次我想 應該是沙羅門 一個精心之作吧 因為其實早在 NOPAC這個法案 剛開始有風聲出來的時候 其實沙國的反應就蠻強的 所以當時就不斷的 措辭很激烈的在講這件事情 但是我們看到美國 還是走自己的路 所以現在沙國 也是走自己的路對不對 那沙國的外交大臣 可能最近受訪的時候 也特別是把這個球丟回去 說你美國的油價高 是因為你自己的 煉油設備短缺 自己的設備有問題 不干我的事 意思就是你的問題 你要自己解決 然後說石油是商品 不是坦克 不是戰機 這種種大家都聽到了 對美國的一個強烈不滿 那最後一點點時間 我要問一下介老師 你覺得 我們都講鬥而不破 這個美沙兩國的鬥 會不會破 會不會真的翻臉 如果真的翻臉的話 誰損失比較大 會不會鬧到難以收拾 我覺得應該是 美國損失比較大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政治都是人的關係 你看現在這個沙羅門王儲 他就是硬碰硬的 性格極為強烈 而且他這次 美國警告他的時候 他有一個兄弟出來講話 他說的這句話講得很重 他說我們都是這些 這些殉道者 捍衛者 信仰 為信仰犧牲的 我們都是這些人的後裔 我們是這些的倖存者 那你要知道沙烏地阿拉伯 基本上有人講 他就是最早的一個伊斯蘭國 他是極端的基本教義派 你像賓阿登 就是沙烏地阿拉伯人 他們這個教派 非常極端的這種 基本教義派都在沙烏地阿拉伯 其實你今天去沙烏地阿拉伯 它是一個宗教氣氛 非常濃的國家 我去過 他最近才讓女性可以開車 之前是不行的 你不是本地人的女性 到了沙烏地阿拉伯 對不起 你要穿一個袍子 你不一定要把你的頭蒙起來 可是你要穿袍子 相當相當的保守 以前我們這個年輕的時候 都是那時候 很多同仁在沙烏地阿拉伯 我們台灣以前有個 《光華雜誌》 那是新聞舉出的雜誌 說那個雜誌在經過 沙烏地阿拉伯海關的時候 因為有幾個女生的照片 不能進口 你看它清規戒律多延啊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在這樣一個背景 文化背景 宗教背景國家的話 我覺得美國要跟 沙烏地阿拉伯決裂的話 那沙烏地阿拉伯 也是很強硬的 那這個情況之下 沙烏地阿拉伯就告訴美國說 雖然你不需要我美國的 不要我沙烏地阿拉伯的石油 可是我告訴你 我可以跟俄羅斯隨便合作 你現在打這個俄羅斯戰爭 我今天可以俄羅斯站在一起 我這個決定下來的話 另外也可以影響你美國的證據 所以不管怎麼樣 沙烏地阿拉伯今天 這個在國際政治上的 這個地位是深還是降 不過他還是掌握了 關鍵的資源 這個關鍵的資源 還是讓美國人會很難 真的說下定決心 就跟他決裂 除非你今天把沙烏地阿拉伯的 這個目前這個 沙烏地阿拉伯這個王储 你把他搞下臺 或你去內部去顛覆他 那第一個不見得成功 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可能就真的 美沙關係走不回去了 那美國起碼在中東 沙拉伯這個阿拉伯這個世界 我覺得他的影響力會拒絕 所以這值得看啦 因為我也覺得拜登 話都講出去了 會不會報復 我認為就是要等他選完了 那如果他又選出的話 那心情又不好的話 搞不好就喪失理性 做出輕痛愁快的事 好 謝謝大家 今天這個第一題 我們先聊到這裡 什麼時候 還會和你